国道3号北上嘉义县中普路段27日傍晚发生大货车翻覆且起火燃烧意外,索性驾驶及时逃出,仅身体多处擦伤,送医无碍。 嘉义县消防局第三大队提供中央社记者黄国芳传真107年4月27日中央社记者黄国芳嘉义县27日点国道3号北上嘉义县中普路。 断今天傍晚发生大货车翻覆起火燃烧意外,索性驾驶及时逃出,仅身体多处擦伤送医,现场全线封闭约40分钟后,开放路间疏导交通流量。 嘉义县消防局于傍晚5时24分左右拒报,至国道3号北上296.8公里处发生一辆大货车。 翻覆,并起火燃烧的意外,第三大队中普消防分队消防车及救护车立即前往灌救及救人。 中普消防分队分队长同镇展授访防指出,消防人员赶抵现场,发现驾驶及时逃出,仅身体多处擦伤,立即送医。 治疗,而大货车翻覆占据中间及内车道,且底部起火燃烧,火势猛烈,浓烟向上窜,立即,水线灌救。 同镇展表示,大货车一擦撞中间分隔倒翻覆,且油箱掉落,摩擦起火,现场汽油未浓烈,索性未波及其他车辆,火势于傍晚近60扑面。 此起事故全线封闭近40分钟,国道警察在现场指挥,火势扑面后,先开放路兼书。 倒交通流量,并请吊车拖掉及清理现场路面,预估晚上7时以后才能开放通行。 先及,试验飞,便金峰1070427国道3号北上嘉义县中普路段。 27日傍晚发生大货车翻覆且起火燃烧意外,索性驾驶及时逃出紧轻伤。 由于货车横沃道路中央,现场交通一度受影响暂时封闭,嘉义县。 消防局第三大队提供中央社记者黄国芳传真107年4月27日。